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问这个字 它本来就是询问 是询问 那么由询问呢 又发展出这个慰问的意思 我们最好就是画这样的图表 也可以发展为 这个审讯的意思 还可以发展为责问的意思 还可以发展为音讯的意思 都是由询问这个意思发展出来的 词义以身呢 我前天已经讲过 往往有时候我们说词义以身是有规律性的 所以词义以身不可能是孤零零的事件 它往往是有相同情况下的一些词 它有时候会有相同的一些隐身 有相同一些隐身 你比方说 我刚才讲这个招 招 招跟西是反一词 对吧 招跟西是相反 招是早上 西是晚上 那么招呢 它可以发展为早上朝拜 晚上朝拜叫什么 叫西 所以古人说招朝目西 招朝目西 招朝目西就是早上去朝拜 晚上去朝拜 西是动词 当然这个朝还可以发展为 我们知道早上长的朝叫什么 叫朝 晚上长的朝呢 叫西 那么后来一个写成这样的 一个是写成这样的 所以你看这个词义以身呢 就是同类的一些词啊 它往往有同类的一些隐身 它往往有同类的一些隐身 就是反一词可以有同类隐身 同一词 我们前天举的是同一词的同类隐身 对吧 同类词也可以同类隐身 还有些词啊 就是相反的隐身 比方说 我们说果和石 果和石 果呢 它的 大家知道果的本意是什么 对吧 联系字形啊 一个 一个树上长那个果子 对吧 显然本意应该是果实 对吧 果实 它有果实呢 又变为这个冲石 变为冲石 变为冲石 它是这样变 石呢 它本来是冲石 后来就变成什么 也可以变果实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双词叫果实 对吧 果实 就是果实 就是相反的隐身 对着来 这就相当于有开倒车 对吧 一个是从假地到乙地 也可以由乙地到假地 但是有时候啊 这个词意啊 不能这样随便的这个隐身 比方说 我们说这个劳字 劳苦的劳字有两个读音呢 两个意思 劳一个是什么 辛劳辛苦 对吧 还有一个是什么 读劳 为劳 对吧 为劳 未劳 诶 我在 据我目前调查呢 只有辛苦的这个意思 变成未劳的意思 未劳的意思是绝对 变不出这个辛劳的意思 比方说古人说渠 渠自来本来也是辛劳的意思 后来也变成未劳的意思 渠也有未劳的意思 渠 辛劳未劳 一样的 它是有辛劳变未劳 还有劳苦 劳苦本来是辛劳的意思 那么劳苦也有未劳的意思 大家如果读汉书啊 就是比方说劳苦丞相啊 劳苦丞相 丞相是做劳苦的宾语 劳苦丞相就是未劳丞相 他也是由辛劳变未劳 辛劳变未劳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疲我们有疲劳的意思 疲 那么疲呢也有未劳的意思 后来变成未劳的意思 疲宾就是未劳客人 疲宾呢 宾客的宾 就是未劳客人 就是没有未劳的意思 变成辛劳的意思 只有辛劳的意思啊 变成未劳的意思 这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做个研究啊 就是 哪些字 就是哪些词 可以就是 就是 可以逆向以身 对吧 有假到语 有语到假 哪些只能是有假到语 不能有语到 到假 这里头 这里头有些什么规律 大家有兴趣可以研究 那么研究的这些 就是这个词意的隐身发展呢 大家看有些例子 比方说 这个城 城啊 原来大家知道 都是城墙的意思 原来是城墙的意思 后来词义 范围扩大的指什么 指城市 对吧 这个词义啊 恐怕最晚呢 唐代就已经出现了 大家看 杜甫的春夜习雨说 小看红湿处 花仲景观城 景观城就是 花仲景观城 不可能就是指 这个成都的那个什么 城墙上面那个 花仲的 对吧 指整个的那个 成都那个市 那么这个城啊 显然就是由城墙啊 变成城市了 那么词义的隐身呢 它往往会导致一些 语音的变化 它往往会导致 语音的变化 因为词义隐身 如果是读音上 没有分别的 往往同样的一个 读音的一个词啊 它 分担的意思太多了 容易 就是对于交际不方便 所以前日很早啊 它就在语音上啊 造一点分别 实际上我们今天也有 今天也有 今天很多方言还造了一些新词 比方说 这个链 这个链字啊 大家一查以后 最早不见于 就是不早于宋朝 不早于宋朝 宋朝有 链怎么来的 链肯定是来自连接的那个链 对吧 那个链条不是连接起来的吗 再比方说 大家到如果上船以后 就看到这个船夫就拉了一个茜 拉了一个茜 这个茜这个词啊 唐代才出现的 大家想想这个茜怎么来的 茜怎么来的 今天我们写成这个茜的 茜 茜夫的茜 茜怎么来的 茜是来自那个茜 茜引的那个茜 那个船上要安一个茜干嘛呢 他要把那个船拉的靠岸 对不对 茜引船嘛 他茜 这样的例子啊 多得不计其数 非常多 那么就是有时候啊 导致 茜意隐身呢 导致读音的变化 有时候在字形上也变的 所以有 有些人有时候 没有想到 这个茜意之间会有这样的一些关系 就没想到 那么我们这儿要讲一个人字 人的本意啊 他就是抱 或者是用茜扛 大家看 诗经大雅声明说 是人是父 正玄的茜 就是说由抱也 朱熹一说是茜任也 就是用茜来扛 用茜来扛 就是任 那么任的本意是什么呢 就是挑东西 挑东西 担东西 那么由担东西呢 就发展为任 就是什么 就是你所挑的那个东西 就是什么 担子 对吧 就是担子 担子 担子 行李这些东西 大家看 李济的王志 说 轻任病 重任分 斑白 不提借 这个话好理解吧 对吧 担子 清的以后就是什么 就是把两个担子 并成一个担子 就是帮人家 还多挑一份 对吧 重任分 那么如果是重担子以后 就分给这个年轻人 这个几个人来挑 轻任重任 这都是定中结构 就是轻的担子和重的担子 对吧 那么头发花白的人就不提 不提借 这尊老啊 下面一个 门人至任将归 就是准备行装 对吧 也是担子 那么有担子的这个意思呀 就发展为抽象的意思 抽象的担子 就是什么 就是责任任务 责任任务 比方说 孟子的梁慧王下 以其能生其任也 生其任是什么 生就是 就是经受得起 对吧 就是能够承受那种责任 能够承担 能承担 那种责任 那么由责任任务来 又变成动词 就把责任和任务来 就是委派给你 就是委任任用 委任任用 委任任用 比方说我们说 任贤 物二 任贤就是什么 就是任用有才干的人 对吧 由委任任用啊 就发展为听平 就随你怎么处置 听平 也是认 好像有一方言里头 还有认你怎么说 对吧 认你怎么说 就听平你怎么说 那么由挑东西 又有 又隐身 又隐身的以后 就是有担当的意思 那么在上下文当中 有不同的解释 左传的西宫十五年说 重度男人 男人 男人是什么 就是难以承受 对吧 难以承受 再就是史记的 白起王简列砖 事实武安军病 不仁行 不仁行就是什么 不能走 对吧 不能走动 不仁就是相当于不堪 不能 有担当的意思 又发展为担保 使周理人之 就是担保他 有担保又发展为信任 对吧 信任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我们今天还可以 信任这是一个双音词 对吧 信任 这是认字